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D204體的漩渦 裡面一樣做出像TIFF的結果 其中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PSD02 它要把圖層1套用扭轉的濾鏡 讓它有漩渦的效果 所以特別注意第一體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我們開這個PSD02這個圖檔 打開之後你會發現它實際上就是兩個圖層 所以以後你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它背景的話實際上就是一個白色的 然後前面的話這個圖層 其實就是圖層1 那就是一個底下是橘色的一個圖層 可是它做出來效果有點像這樣子 你會發現你們看一下橘色的效果 另外的話它有個風吹過來的效果 吹過來應該是從左邊吹過去吧 有沒有風應該從這邊吹過去 然後讓它有一個風吹的效果 然後再加上後面的背景 再加上這個字 其實大概就完成了 OK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根據題目要求它說要做把這個 所以喔 游標要放在圖層1上面 接下來它要什麼呢 要做一個什麼呢 就是旋轉 所以要找到濾鏡裡面有個扭轉的濾鏡 那我們來看一下濾鏡裡面有沒有扭曲有沒有扭轉 那其實喔 扭轉只要跟旋轉有關的 你會發現它就會放在一個 叫做濾鏡裡面的那個什麼 扭曲的這個裡面 你可以看它這邊有個扭轉效果 那扭轉的效果要怎麼樣剛剛好可以 讓它轉的像那個 題目要的 所以點擊它 那你可以看一下喔 這個大概 它有分角度 比如說你看現在角度是50度的話 是這樣子 它得到的就是 像這樣的一個旋轉 所以你度數假設增加你會發現 這邊會跟你講說 它的旋轉度越多 可是它到底要轉幾度比較OK 看起來好像把它縮小一點 好像這樣越來越接近 好像越多越接近 那它轉幾圈呢 實際上根據我看一下 題目的這個 最後我們一樣是看那個 204這一題 204這一題 PSD OK 你會發現它旋轉的 基本上一圈 兩圈 三圈 所以其實喔 應該是旋轉的 現在只有兩圈 所以理論它應該再更多 好像 乾脆就全部好了 我看好像差不多就是 讓它999 最多的時候 好像就是 它要的結果啦 記得喔 旋轉的方向 一定是 這樣應該是什麼 順時針喔 那如果你要逆時針的話 你就把它反過來 有沒有 它就逆時針了 變 逆時針 順時針 好啦OK 記得喔這個方向 是正的不要是 反的 按確定 好第一個就完成了 看一下會不會OK 這個把它縮小 感受減 OK 好像應該 對 蠻接近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要風洞 風吹過去的效果 那風要吹過去的效果的話 根據題目要求 第二題就是說 未塗層1 就剛剛那個 套用兩次 風洞效果的濾鏡 然後結果要參考 跟一樣 風洞要怎麼樣風吹過去的效果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要模擬風吹過去的效果的話 那一樣 你找濾鏡裡面 風吹過去的那個效果 基本上的話呢 它會放在哪個地方呢 你看一下有沒有風洞效果 有沒有看到 風洞效果放哪裡呢 原來在風格化 所以以後看到 只要有風關係的話 那就在風風格化裡面 在這裡 OK 那我們點一下這個風格 然後它說要套用兩次 所以風洞效果 然後呢 接下來它會出現 就是說 第一個啦 可能方向 風應該從左邊吹 還是從右邊吹 應該是這樣吹過去吧 有沒有 這樣吹過去 有沒有 這邊才會有那個風的效果 如果你是這樣吹過來 應該是 這邊會有效果 所以呢 我們把方向改成 從左邊 它好像只有 從左跟從右 它沒有從上跟從下 如果你假設說 你要從上跟從下怎麼辦 你旋轉一下就好了嗎 對 旋轉比較簡單 OK 好 再來的話 它的效果 輕微是這樣子 搖晃是這樣子 不對 應該不可能搖晃 因為搖晃的話 變成像這樣 整個就面目全非了 輕微是這樣子 那強烈的話呢 強烈 會不會有點太強了 我們試試看好了 輕微 強烈 還是一次強一次 一次 輕 我們試試看好了 按確定 這樣有了 我看一下 好像已經很接近了 一次要不OK 一次不OK 你可以再加一次 風格 它說要兩次啦 所以風動效果 是不是一次強一次弱 我覺得蠻有可能 不過弱好像完全沒感覺 Ctrl 一下 如果可能我 比較感覺 你們自己再調調看 可能還是要兩次強烈 兩次強烈看看 好像兩次強烈比較接近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1跟2這兩題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就是204 畫面先還給各位 1跟2 待會的話呢 還有456 把它分別完成 那今天的變化題 可能 就是 請各位把 這個202跟204 兩題 做一個 綜合性的變化 好了 齁 就這樣 就這樣 要怎麼帶